天气炎热台中市中科公园 是市区南德设有细水区的公园 但是喷水的时段 每整点及半点只放水10分钟 有家长就投诉说 有些小朋友没有喷水住可玩 只能玩地面上的污水 另外一旁淋浴间的水压太小了 水一滴一滴的根本无法清洗 家长就感叹了 六都之一的台中市是怎么样的设备呢 会是这样子 想带小孩玩水怎么这么难 天气热玩水最畅快 台中中科公园泄水区 亲娘的水柱喷射 小朋友玩得湿搭搭 但这水柱喷水时段只有10分钟 10分钟过后 小朋友只能在广场玩地上剩余的积水 一滩滩的小水蛙 你踩过我踏过 民众无奈拍下照片 小孩在地上玩污水 要等下一次喷水 得顶着烈日 等整点或半点 玩得差不多 旁边市淋浴间没错 但这水 我没水了 没有水了 这怎么冲啊 水时有时无 不然就是滴滴答答的 比外面喷射的水柱还小 水要有点小 可能是 就先讲究的用吧 水要放久一点 要不然小朋友玩的时候 都不是干净的水 这样对身体影响蛮严重的 台中市中科公园 是市区难得 设有细水区的公园 民众抱怨 六都之一的台中 怎么设备是这样 派驻专业人员进场监控设备 并适度微调 以维持设备稳定出水 夏季限定开放的 大雅中科公园汽水区 六月十五号开放 就有民怨 忍不住想问 要带小孩玩个水 怎么这么难 记者中部 资本报道